哈喽小熊的朋友我回来了 今天我要给你们案例我最喜欢的几样洗护产品 那作为一个合格的三例的代言人 我就是天天跟品牌爸爸说 就刷淘宝的时候就说我想要三例的这个三例这个 然后帮我寄几份回来 所以就是他们也非常的宠爱我 就是我想要的产品他们会寄给我 然后我就会来用 然后总结一些我的心得 那之前其实我最喜欢用的几样 其中包括毛巾 然后大浴巾小浴巾跟干发帽 那之前的干发帽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生是一种福利啦 因为像我这种头发长的 其实有时候洗完之后 拿大毛巾包什么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第一个想要给你们案例的就是 这个新款的干发帽 然后作为一个资深爱用者 我要跟你们分析一下 新款跟旧款的区别是什么 那我就来一边拆开一边跟你们说 其实我认为为什么要用干发帽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时候吹风机 它一直就是很高温的去吹头发 会造成损害 所以干发帽就是一个小小的造福 小女生的一个福利吧 那通常呢我就是 会在洗完之后 然后把它包在头发上 可以解放双手 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拉琴也可以啊 或者是看看书看看剧都可以 我自己是觉得最新的这个改变呢 是改正了之前我觉得比较麻烦的一点 比如说因为我头发比较长 所以它就设计的这种两个扣子 本来就一个扣子 如果头发今天状态就是说 比较 那头发短的人就可以挂得紧一点 这一点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新版最好用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它用了一个叫 Starfish Fiber 强吸水技术 然后它就能快速的干发 然后它对头发是没有伤害的 这个上面它是有那种Waffle的 一格一格的纹路 那它这个小方格呢 非常的吸水透气 所以它可以减少就是对于头发的摩擦 那一般其实不管是用毛巾洗脸巾 就是这种要接触皮肤的东西 还有一点我比较在乎的就是 有没有抗菌 然后除了刚刚我说到的那个吸水的技术 那我这边还记了一个小笔记 就除了它刚刚那个吸水的功能 它使用了这个德国鲁道夫的抗菌技术 具备抗菌防满的功能 它抗菌率是高达99% 然后它是达到了国家LA 它可以应用而安全标准的产品 然后是没有甲醛和过敏原的 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比较敏感皮肤 或是敏感头皮的人 就可以使用新的这一款 好那第二个呢 是我用众多的产品里面 我也比较喜欢的一款 好那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包装 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这款大的浴巾叫Polar Bay Hair 它就给你的感觉就是 好像在拥抱一个北极熊的感觉 那因为我自己个人我还挺喜欢用稍微厚一点的浴巾 因为我自己也有用这款同样材质 就类似材质的浴巾 但是我会觉得那相对偏薄 如果你也喜欢蓬蓬软软厚厚的浴巾的话 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 然后小笔记时间又到了 这一款浴巾用的是棉纱结构 所以它很特别就像北极熊的毛 然后棉纤维中间是空心的状态 所以它有很强的吸水能力 所以这个目前就是我近期最常用的浴巾 所以它还有一个亮点黑科技就是 它使用的是德国的抗菌技术 所以日常我们常见的细菌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抑制的作用 那我自己用的这一款是380克的 那最后今天要讲的是这个 变血浴巾 经常就是外出的时候我就直接带一个这个 如果是就是一两天两三天 我就那我日常出去外出的话 就是出差一两天的话 我就会带这种便携浴巾带个两三条 比如说早上也要洗澡嘛 那如果是带比较久 我就会愿意带我自己的浴巾去的 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好 塞在心理箱里面 它这包装我也蛮喜欢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封条 它撕掉之后它就有一个平衣封的 就是这种包装 然后它这个材质也是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 它这两面其实是不同的材质 就是有一面摸起来有一个突突的那种 小丑丑的感觉 然后这一面就是比较顺 那其实有突突起来这一面 它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清洁的摩擦力的感觉 那圆圆的这一面就比较就是细腻一点 就比较 那圆圆的这一面其实就比较细腻 然后轻敷一点 所以这个呢展开来是还挺大的 反正就是一个小浴巾的效果 好了那今天我的案例推荐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我用了更多我认为好用的三例的产品 我再推荐给你们 今天是千挑万选才挑出三件给你们案例 因为其实有一百件上给你们案例的 那今天就先推荐这三样东西给你们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案例 然后这几天有空再给你们录一些其他的内容 好啦 拜拜